如果你觉得自己底论有问题 你试下拿来打坐五分钟 很快就迎刃而解 你买了一条水晶手链不知叫什么名字又不懂用 都叫你不要见到漂亮乱买的 不要紧 拿上来给Peter Sir 我感受一下能量 然后我会教你怎么用 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以下的反应 例如是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恐惧 睡得不好 发恶梦 看医生都看不好了 很可能和你的底轮失了有关 我们经常说人体有七轮 红橙黄楼蓝丁子 底轮是黑色和红色的 一般来说这几种水晶是可以帮助底轮通过 例如石楼石 很多女性都很受欢迎 或者是壁西 黑壁西 要是云霧 或者是力泥 这些都可以打通底轮 怎样做呢 一般来说 我们放在手 这个力泥 我们放在手 大概是两三分钟 底下自己的会音会有震的感觉 正常的 为什麽呢 震的感觉是帮你打通底轮的物轮 OK 大概五分钟 医麻症 静心 你放在那里 你会觉得很舒服的 有时候很有趣的 你看医生看不到 可能未必会帮到你 但是呢 你用这些水晶 整个人 舒缓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如果你说 我不会打坐 那好了 你把它戴在手 这个石楼石 女性是很受欢迎的 比如补血 或者是底轮的问题 身体的荷尔蒙 也都可以帮你调整 如果这个石楼石 也有原石 也一样 小小粒 你放在我们的手中间 医麻 或者是拿着 静心又是五分钟 底轮也会马上打通 为什麽呢 自古以来 尤其是在印度 瑜伽学几千年 他都要讲底轮 这些工具 是可以帮助大家打通的 令到自己 通了之后 和谐一些 安神一些 刚才我所讲的问题 就很快 迎人而解 如果你有以下 我刚才所讲的问题 不妨 你都试试用这些水晶 可以帮到你